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好像都有一个特别难忘的老师啊 潘老师要把你来分享一下 你的心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老师 我心中其实有好几个难忘的老师 其中有一个美术老师 因为我那时候在学国画 上他的课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不单单在课堂上 他对我们比较严厉 我们在私交也很好 在生活当中 每当我有不明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 没有手机 没有微信 什么都没有 只能骑着自动车到老师家去 到他家去还得在人家吃饭 完了还得听老师讲课 不单单教我上美术课 而且还教我如何去做人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 一个杨老师 我们完全是杨大辫 那是我小学的班主任 还有就是我的美术老师 叫李德老师 我不知道他们此时此刻 看没看这期节目 如果你们看这期节目的话 您的学生潘长江 祝你们节日快乐 谢谢他老师 小桥哥你有吗 我的恩师胡爱玄先生呢 也是咱们辽宁人 他是中国的民族管理大师 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十年了 我的师母还健在身体非常好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去上课的时候 不管老师当时批评我多凶 到吃饭的时候 师母都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 都留给我吃 而且还帮着我去补裤子 把袜子甚至都帮我去补 这个诗恩是永远难忘的 还有就是我后来工作了以后 对我成长有特别重要的 张和平老师 他是词作家 还有我的作曲老师 作曲大师师万春贤长 在这里我也祝我们的老师们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小桥哥